主播的時候有什麼貼心的行為 就是可能對地方或是工作的有回答 比如說你們共播的時候 都是你在做還是對方在做 撥蝦 撥蝦喔 可是我不太會隨便幫你撥蝦 因為我都用 我不會 用嘴巴撥 咬掉 對啊 就我怕不衛生 我只得用嘴巴 我不會 對 啊 總覺得你用嘴巴撥啊 這會有很多想吃 你覺得是另一半如果想吃 然後你要用嘴巴撥給他吃嗎 如果另一半想吃我OK啊 對啊 但我不會特別去幫 因為有些人是很喜歡撥蝦 然後把蝦全部撈起來 然後自己這樣撥 我上次去巴黎 我印象深刻的 倒不是說他們有多那種帝王級的服務 我反而是覺得 我很喜歡那種有態度的服務生 喔喔喔喔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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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上次去巴黎那個華盛咖啡館 就是 大家很有名 沒有你看我都記 我就一直就記得他們 對 他們很酷 因為他生意太好了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是要排隊 然後 那個 我們要去他就 就是 很悠閒的時候 喔 在那邊 這樣 就是 就是 他也 就是這樣子正常的態度 然後 然後我們就會想說 喔 那我們 坐下來 想要 看完餐 那個 Menu 想要點餐 然後我們說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跟我說 說 Don't call me 我會來找你 不要叫 但我想說 嗯 他真的很忙 他有自己的tempo 我們要就是 適應巴黎人的步調 這樣子 那你那一趟去適應的還好嗎 就是在那個花神咖啡館印象很深刻 他的那個步調就是 我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都要等他來找我們 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有個性的服務 不會遇過 就坐捷運 然後我剛才在睡覺 然後張開眼睛的時候 就一隻手機在我面前 啊 好緊 就大概這麼近 這麼近 對啊 你還可以搭捷運嗎 蛤 你 你還會搭捷運嗎 對不對 哦 對 哇 真的蠻妙的 捷運很方便 也不會塞車 對 那很容易 尖峰時短 那你要巧妝嗎 會一直搭捷運嗎 就是戴口罩啊 或是有時候戴帽子 但戴口罩就 也不會被人家覺得怎麼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也不會因為你戴口罩 就特別去看你 那你有跟他反應嗎 就是那一隻手機在你面前 沒有我就立刻閉上眼睛 逃避 逃避 你的好好